毕月修花 沉鱼落雁 短短八个字形象地概括了 我国古代四大美女的花容月貌 被称为古代四大美女的 有西施 貂蝉 杨玉环 王兆娟 然而历史上的美女们 不仅仅只有这四个人 三国时期还流传着一句话 江南有二乔 河北 甄福峭 这二乔我们都知道 分别是孙策和周瑜的妻子 而这甄福又是谁呢 甄福是上菜令甄义之女 在嫁后成为魏文帝曹丕的妻子 育有一儿一女 儿子是魏明帝曹瑞 甄福从小聪明早会 据说她小时候睡觉时 家里人仿佛看到有人把御仪盖到她身上 三岁时 甄福过世 小小的甄福 私募甄福哭得十分伤心 仅仅三岁的孩子连生死都不懂 既然会如此表现 也是十分惊奇 甄福特别喜欢读书 博览群书才是过人 他觉得读书不仅是从中学得知识 还可以借鉴古人的经历 以史为鉴 甄福不仅聪明伶俐 还心怀善念 可谓是德彩兼备 汉末天下大乱 又赶上闹饥荒 百姓苦不堪言 甄福家中 有大量的储备粮 于是 家里人趁机收购了 大量金银财宝 甄福知道此事后 劝说家人 开仓放粮 正寄死方 不要在乱世中 获取不义之财 家里人 很是羞愧 最终认同他 把家里的粮食 无偿分给百姓 十四岁时 甄福的二哥 甄眼去世 甄福经常帮助二嫂 打理家事 对二哥留下来的孩子 也尽心尽力地照顾 甄母其人十分严格 对儿媳妇也严格要求 于是 甄福对母亲说 二嫂年纪轻轻 便熟了寡 还要照顾孩子 她劝甄母 要把儿媳 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待 甄母听其话 十分感动 便让甄福 时常与二嫂走动 袁绍听说 有女甄福 便为她的次子 袁熙求娶 甄福 就这样成为了 袁熙的妻子 后来 袁绍任命儿子 袁熙 为幽州次使 袁熙独自一人前往 留下甄福 在夜城 侍奉婆婆 刘氏 那甄福再嫁 又是怎么回事呢 建安九年 曹操带人 攻破 一周夜城 曹操对甄福的事迹 早有耳闻 人都对美人 心有向往 他得知甄福 财貌双全 便想 纳了甄氏 但曹操晚了一步 攻打下来夜城后的 他的儿子曹丕 率先进入袁府 曹丕看到两个妇人 相拥而弃 问了手下得知 是袁熙的母亲和妻子 甄福虽然脸上有些灰尘 头发也凌乱不堪 但是丝毫掩盖不住 他的天生丽质 曹丕一见钟情 不久后便纳了甄福为妻 沉清之后 曹丕对甄福宠爱有加 甄福孝顺婆婆 生儿育女 对曹丕的小弟弟曹植 也多有照顾 堪称是一个完美的妻子 但是 就是这样一位女子 竟被曹丕赐死的下场 但是 甄福的死因是什么 又为什么要把米糠 塞进口里呢 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说 曹丕的弟弟曹植 对自己的嫂嫂产生了不该有的念想 不仅如此 甄福曾经多次建言曹操 使得曹操绝口夸赞 于是 曹丕便认为 甄福自己亲弟弟关系不一般 一顶特大的绿帽子扣在脑袋上了 曹丕还能忍 所以 他当上皇帝后 便赐死了甄福 并下令 批发负面 以康塞口 让甄福死后 也不能说出家丑 至于甄福是否真的有勾引 尚未可知 但是通过曹丕写的洛神父 却依稀可以看出 他对这位嫂嫂的喜爱之情 而另一种说法 则是因为郭女王 曹丕创尉当上皇帝后 有人给他送了两个美女 郭女王就是其中之一 而在这之前 曹丕对甄福已经心生厌倦 对新来的美人自然宠爱有加 于是 郭女王就趁机吹耳边风 说甄福的孩子不足月 就生了下来 可能不是曹丕的孩子 还告诉曹丕 甄福对他的冷落 多有怨言 曹丕逐渐厌恶了甄福 就下令赐了一杯毒酒 汉靖春秋等史书 都认为是郭女王净谗言 诬陷了甄福 心怀怨怼 诅咒曹丕有很大关系 为了避免曹丕改变决定 郭女王去到甄福面前 答应了甄福提的要求后 迫不及待的 让甄福喝下毒酒 郭女王又怕他到阎王那里告状 就在口中塞满米糠 让甄福到地下 也有口难言 后来儿子曹瑞继位 得知真相 又用同样的方式 逼死了已经是太后的郭女王 所以 无论哪种说法 这满嘴的米糠 就是用来封口甄福口的 可怜的甄福就死香消玉云 红颜命薄的他 足年才38岁 古代的女子 尤其是皇家贵族的女子 最重要的就是德行 甄福的德行 可以说在当时获得了广泛的称赞 不但婆婆便夫人称赞他 公共爹曹操 对他也极为认可 建安妻子之一的文学家刘真 有一次拿眼正面看甄福 曹操都差点把刘真给杀掉了 可见他对自己的这个儿媳妇多么敬重 曹操的弟弟曹植也非常喜欢真福 后来的那篇著名的《洛神父》 传说就是曹植写给真福的 后世还演绎出什么 《一女乱三草》的故事 而之所以会传出这样的故事 并不是三草真的和真福有关系 而是他们和真福关系都处得很好的表现 真福竟然获得了各方的喜爱 为什么曹丕竟然用那样的手段对待真福呢 他究竟讨厌真福什么呢 历史上记载的是 因为曹丕这个人喜心厌旧 虽然真福是绝色美女 但是看久了也有点审美疲劳 所以他后来就喜欢上了郭女王 因为曹丕喜欢上了郭女王 因此真福就发了一些牢骚 因为发牢骚 曹丕就把他赐死了 说起来发这个牢骚 其实也是很正常的 为什么曹丕却这么恨真福呢 显然曹丕之所以这么恨真福 是因为他认为真福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会装 之前他对变夫人那么笑道 对曹丕的那些嫔妃们那么宽厚 都是装出来的 毕竟那时候曹丕宠爱的是他 所以他才会装成那个样子 但是当曹丕转过去喜欢郭女王的时候 真福的本性就显露出来了 所以曹丕对真福这种善于伪装的人非常讨厌 要说真福能装 曹丕也没有冤枉他 史书上有两个地方说到了真福这方面的特点 真福小的时候因为门外有人唱大戏 家里所有的姊妹都跑上楼去看 真福却一动不动 大家都很奇怪 问他为什么不去看 他说这些东西是一个女孩子该看的吗 爱看戏本来是女孩子的天性 可真福竟然这样 由此可见 绘装是真福从小就有的性格 不过虽然真福有些装 但是不得不说 曹丕对真福实在是太残忍了 真福也就不过发几句牢骚而已 曹丕就赐死他 曹丕赐死真福也就罢了 在埋真福的时候 还要那样的方式羞辱他 曹丕的冷酷无情 由此可见一斑 目色称的方式羞辱他